大明敌长孙 太子朱镖敌 长子朱雄英 于红武十五年 五月初一死去 归之活了八岁 卫风 葬于中山 你 你能不能 别看着我 你转过去 行不行 这货简直就是个摔神 看谁说谁 谁就遭殃 不对不对 现在才红武十二年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的 楚义 你赶紧告诉咱 咱的好孙儿是怎么 你懂咱什么的意思的对不对 你赶紧告诉咱 有什么挽救的机会没有 你放心 只要你救了咱孙儿 你要什么 咱就给你什么 对对 楚义 你救救我儿 我朱镖就算是欠你一辈子的情 雄英他还小啊 他 他 我 陛下 太子殿下 这不是我不想说啊 是我真不知道 朱雄英夭折的原因啊 太子和皇长孙相继离世之后 黄庶子朱允文最终继承地位 帝号建文 他继位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了红武年史 为了让自己的继位好看和好听一些 于是直接抹去了大部分关于朱雄英的事情 所以后世有关朱雄英的也就只有这么几句话而已 我要是知道具体的 我能不告诉你啊 什么 就为了让自己的登基稍微看着好看些 居然把自己胸长的痕迹 直接大面积地从历史之中抹去 这简直 这简直 真怕这小子来一句 燕王啊 你最近想吃啥多吃点儿 想玩什么多玩慧儿 又或者是 燕王啊 你儿子要死了 我说 楚义你能不能别总是看我啊 你要是想说什么 你直接说行不行 燕王殿下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儿怕我的样子啊 我明明啥也没干啊 我怎么可能怕你 我现在怕的是你那张嘴 你这说水水死的 我能不怕吗 我本来每天开开心心的 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 你一开口 我就好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的 你自己说 换了你 你能好受吗 说谁谁死 小子 咱这才反应了过来 你小子从头到尾 嘴里就没蹦打 呼出来一句好话 你刚刚是不是说了 咱孙儿允闻继承地位了 你给朕老实交代 允闻是不是也出意外了 这小子说儿子 儿子没了 说大孙 大孙没了 现在轮到朱允闻了 那朱允闻是不是也 呃陛下 今天天色也不早了 您看 您和太子今天也算是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了 要不 咱明天接着聊如何 明天聊 赶紧的 现在就给咱说说 咱孙儿允闻 他究竟咋了 陛下 今天就此结束吧 您今天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您想想后来是自有后来人去处理和操心 就如今而言 我觉得您还是先操心一下宗氏子寺的供养问题吧 父皇 既然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病根所在 就理应以国为重 今日的谈话就到这里吧 我们 我们日后还能再了解不是吗 宗族供养 供养什么 养一群白眼狼吗 蛀虫 蛀虫 吃的大明江山 两百多年就直接没了 彪儿 楚义暂时就交由你来看管 莫要让这小子给跑了 更别让他死了 咱现在先去找你母后商议一下雄鹰的事情 还有你自己 从即日起 你也得给咱多注意身体 妹子 妹仔 咱跟你说啊 金二哥 彪儿突然带了一个有些古怪的少年 他一开口 就说自己是来自后世的人 你能理解吧 就是那种 本来应该生活在数百年之后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回到了咱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他管这叫做穿越 就是穿过时间 越过空间的意思 崇八啊 这 来自未来的人 听着似乎都有点玄乎啊 可可 妹子 这小子虽然听着是满口胡话 但 崇八 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话之后 突然想到什么了啊 脸色为何突然这么难看 要不还是先传太医吧 没事没事 有些事情啊 咱没法跟你说 那什么 咱还有事先走了哈 明天过来看你 玉儿 你去一趟东宫 让太子明天到我这边来一趟 是 这大晚上的 二位难道就真是为了来熬英丸的吗 楚义 你今天且先在我这东宫住下 我记得你先前在父皇面前曾说过一个词 五龙同朝 如果我英年早逝了 那么算上我父皇 加上朱允文 这里也才两龙啊 这所谓的五龙 所谓的五龙同朝也就是五个将来 或是现在就已经成为皇帝的人生在了同一片天空下 不过 这五龙却并不是五代人 他们只是四代人 四代人 五个皇帝 如今可以确信的其中两个 一个便是父皇 另一个则是儿子朱允文 那么剩下的三个 明显不可能是朱允文的孙子和重孙辈了 也就是说必然会有其中一个皇帝的皇位出现意外 大哥 这家伙有问题 这家伙绝对有问题啊 你看看他说水水倒霉的 这家伙你要是说的都是实话 那他绝对就是个摔神啊 这哪是什么穿越者 他这简直就是个扫把星啊 大哥 你说我会不会也出什么意外啊 我总感觉那家伙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我该不会也会突然暴毙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别瞎说 可是 行了 天色也不晚了 你先回去吧 陛下 中午好啊 阎王殿下 中午好啊 吃了吗 这位看着眼神啊 你还是别看着我笑了 我心里甚得慌 咱看你这样 似乎还挺开心的啊 陛下 其实我这人本来就是这样的 天生比较乐观 凡事有好就必有坏 如今身份也自爆了 至于真实性 这本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 此时不高兴 后面还有没有机会高兴 可就说不好了 你小子 咱怎么感觉 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啊 哼 朕问你 五龙同朝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封狼居须的皇帝 以及你所谓的六边形战士 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